那樊教授希望现在连给他提一些问题 我也正在想 我的问题首先也很高兴 今天这样的场合当中跟樊教授面对面直接交流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 同时我想因为我昨天刚来到这里也好 就觉得以前在资料上也看到过 马普这样的研究所也出现过 这么多获得诺贝尔江的人 而在别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没有那么多人 甚至一个国家都是很少很少的 我一直有一种疑问 为什么是这么小小的地方 有这么多人获得诺贝尔江的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原因是 德国人是第一名特种兑生产与世界上的一幕 所以尽头的19世代的初 Spiritual兑当时 它是真的在恐慌的最創判的 孤兑生产业 德国人通过往一直是毅时的知识和知识 金与重大人尊重来 可是今天是仍然不完, 哲学中,为师傅和科技的理想。 这两个肢脏, 这个物质的成长和文化, 这个是说,在最后一切的肢脏, 这两个肢脏, 我相信这两个叶子让它理解。